好360度看中国一起来关心到的是 上一个月美国英国还有澳洲三方是成立的AUKUS 要一起来打造核动力潜舰 对此昨天大陆的军裁大使李松就批评说 三国开展了核潜舰合作 堪称是教科书籍的核扩散案例 而且是践踏了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精神 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 昨天这场会议是大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以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他们是一起透过视讯的方式来举行了这场记者会 大陆裁军大使李松是针对了AUKUS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大陆方面是表示说 美国英国是帮助澳洲涉及包括数以遁忌 武器及高浓缩又在内的敏感核材料 还有技术以及设备转让 对这个核不扩散武器条约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除了核扩散风险之外 这个AUKUS还将冲击到南太平洋 还有这个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也刺激到了是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 破坏到的是地区的团结合作 也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起来听这个李松昨天的随行发言 The corporation you just mentioned which is AUKUS is a textbook cas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based on Cold War mentality and never minded geopolitical calculation which constitute serious challenge I would say to the treaty of NP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in both letter and spirit AUKUS is also an awkward example set by US UK and Australia in their so-called leadership 好 另外一个话题来关注到的是 最近美国有一项民调显示 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将大陆和俄罗斯 视为对美国网络安全的一项主要威胁 画面当中这一位 他是美国国防部前网络相关的一名官员 叫做夏兰 夏兰指出大陆在AI 也就是人工智慧 还有网络能力等等关键领域 不断的进步 而且正占据了全球主导的地位 他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头 针对这项议题 前往美国的国会来进行听证 大陆外交部是表示 反对美国向大陆来泼脏水 一起来听大陆外交部的回应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 致力于不断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水平 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独善其身 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 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国泼脏水 反对各别国家 一味追求本国优先 动辄以网络安全为名 抹黑他国 蒙蔽人民 各国应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加强对话合作 另外一个话题是这个中印边境 最近又是动荡不安了 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而中间大陆外交部 在这个记者会上头 是警告印度要自重了 其实这个大陆和印度 曾经在这个月的时候 进行了第13轮的军长集会谈 不过双方针对这个边境的僵局 仍旧是没有办法化解问题 印度的国防部 更是指控大陆不配合 大陆则是反击说 认为这个印度坚持提出不合理 而且不切实际的要求 让这个谈判是相当的困难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就点明说 美国是挑起争端的一个核心 来听这个外交部的回应 中国政府从不承认 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 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 赴上述地区访问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切 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 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 提供出任何使用 感谢观看